玉山都是蓋住的 都是雪 都是冰塊 然後我們十個人 我是唯一一個女生 然後我們就穿個冰爪 然後就很辛苦很辛苦的 爬了四天 我們四天完全沒洗澡 我連脫衣服都沒有脫 因為太冷了 但是還是一樣美 還是也美女爬玉山 我完全連花妝 那個小包的一個花妝 我就留在山下 因為覺得太重了 我根本就不想戴 Anyway 我們就爬... 狠心會爬到最...就是煮風 然後你知道我又頭暈 又想吐 然後又冷 然後又累 可是一到上面 還可以打電話 然後我就突然... 就很感動 我就是很感謝 Everything 我就感謝我有這個 很棒的家庭 然後很棒的一個台灣可以介紹 然後又很漂亮 就是我突然就覺得 我是世界世界最幸運的人 真的 說真的 Jana 你喜歡台灣嗎 你主持每天都在這個節目 就是為這個節目布出 這麼辛苦 當你貼近台灣這個地方的時候 說真的你喜歡台灣嗎 你喜歡台灣的哪裡 我超愛的 我真的... 我沒有想過 我可以留在一個地方超過一年 然後我還帶到台灣七年 是... 你知道嗎 主持之前 我已經都覺得說台灣的人是非常親切 你知道嗎 我去了這麼多國家 我只要來台灣 然後這個不是因為我是台灣人 我所有的外國朋友 台灣的朋友 ABC的朋友 他們都覺得台灣人真的是... 真的是太好了 你知道嗎 你問任何的路 或是你... 有任何問題 你知道嗎 南部 他們就吃飯了 快來吃飯了 你知道嗎 他們絕對不要說不 那個是我第一個愛上台灣的原因 然後我就... 我就很希望 然後也很喜歡 就介紹這個台灣 給所有全世界 如果我可以做到這個工作的話 我真的覺得 我這一輩子已經OK了 我完整了 我想要做的事情 對Gena來講 你工作就是你在... 你的興趣等於是你在享樂 對 我們這一段廣告 你永遠知道 因為如果我那個時候是當醫生 我也許現在也是過得非常地快樂的 譬如說我現在不是一個主持人 然後我沒有知名度 然後我只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社交模特兒 我覺得我也不會後悔耶 可愛人又好的Janet 你七年前的時候 你是實習醫師 對 為什麼不走醫生這條路 去走模特兒這條路了 Yeah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巧合的一個狀況 然後我覺得我的人生就是 Always try everything 什麼都可以試試看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剛好是來台灣實習 我在榮總 然後還有天母小房隊 那個... 其實那段時間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玩 然後那段已經結束完之後 我就想說 其實我要想留下來玩一個月 再玩看看台灣 因為沒有玩過 然後就很巧合 就有一個機會是去拍一個廣告 我想OK 沒試過 為什麼 所以我就拍完 結果沒有想太多 我就回去醫學院 然後那段... 那段時間 就回去醫學院 就突然有一個感覺是 你知道醫學院的路是很穩定的 非常非常的明確 結果在四年 八年 我已經知道我要在哪裡 然後有接到一通電話 是台灣這邊就問說 你要不要回來當模特兒 這邊有一些人有興趣 所以我其實有一點矛盾 我已經想很久 而且還要說服自己 還要說服媽媽 爸爸 說服自己其實是最難的 然後後來我就想一想 Well 你知道 我十年 二十年後 如果想要當醫生 還是可以 我當一個五十歲的醫生 會比較辛苦沒錯 可是OK 如果我五十歲的時候 還要再回來當一個模特兒 就完全不可能 就是真的是會比較難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決定 你知道 我一定要試試看 這一輩子一定要試試看 不如一定會後悔 所以我就放棄醫學院 然後就回來台灣 妳不想錯過那一段 人生青春而美麗的歲月 就是妳現在的這一段歲月 可是Jerrin 妳有時候會不會覺得 我不知道啦 妳會不會覺得有一些遺憾 沒有當上醫生 妳覺得說現在妳已經是一個 很成名的一個節目主持人了 模特兒了 拍我廣告知名度也很高 那如果說現在 再讓妳思考一次的話 醫生 模特兒 模特兒 醫生 我做決定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好後悔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 因為如果我那個時候是當醫生 我也許現在也是過得非常的快樂的 可是我覺得我... 譬如說我現在不是一個主持人 然後我沒有知名度 然後我只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社會的模特兒 我覺得我也不會後悔耶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棒的機會 一個生活的過程 然後我就覺得 I'm happy 我覺得我現在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快樂的 所以我絕對不會後悔 所以上帝真的給妳好大的福分 所以Jerrin妳有什麼不會的 妳看妳書也讀得這麼好 然後人也這麼的好 長得又漂亮 可是我真的要問壓力 因為我知道 妳們家庭的每一個成員 都是頂尖而優秀的 妳爸爸是工程師 妳媽媽是會計師 妳姐姐是律師 對 妳看爸爸媽媽跟妳姐姐 都是這麼的優秀 當然妳也是這麼的優秀 這麼的棒 就是說妳在這樣一個家庭裡面 妳覺得這個家庭 因為大家都太優秀 妳會不會是妳的有些壓力 沒有 因為我... 有一次我就跟他們講 我說妳看爸爸 妳工作了40、50年 妳很認真工作 所以妳可以賺錢 好好的賺錢 所以妳退休完之後 妳可以去麗江去度假 然後去花錢 去六星級的飯店去住 我說我現在已經是可以去 六星級的飯店去住 還介紹麗江 而且還可以賺錢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我要這樣子辛苦了 40、50年 才可以有這個結果 我現在已經有這個機會了 他想一想說 對 所以我就覺得 他們也非常非常支持我 他們也知道說 主要是我很開心 我很快樂 然後他們看到我的生活 他們看到節目 他們看得出來我真的是非常 從內心是開心的 他們一定以妳為榮的 對啊 其實我... 媽媽跟姐姐有沒有給妳一些 什麼樣的一些評語跟建議 不會耶 他們就是... 他們覺得 我只要做好我自己 你知道我只要認真 其實還是要認真 你知道 你不可能是就經濟人 然後就覺得 所有的東西就會一直來 然後還有一個是 你真的是要欣賞 你要好珍貴你旁邊的人 因為你們在螢幕上只是看到 我在主持 可是後面真的是 有八個、十個、十五個人 都是在幫我做這個很棒的節目 所以他說 你一定要感謝 你所有旁邊的人 然後我覺得 我記得這句話是 我目前是 我覺得是最好 最棒的一個建議 因為沒有這些人 我今天就不會在這個台上 所以真的是要謝謝 我所有的旁邊的支持 還有幫忙的人 我們平常是在這個 電視節目上看到Jenner 但是今天跟她近距離接觸之後 我們發現Jenner 她是一個有深度 而且好可愛的一個女性 Jenner 今天謝謝你來到我們的 新的現場 不會 不會 謝謝我的榮幸 謝謝 明天切記鎖定聚焦360度 明天見 好快 另外一陣子 超級別的 下級別的 每一次都想追查